大家好,电线插头,断了一个腿,怎么用呢?插上以后也没电,断了 像遇到这样的情况,你不用着急换新的,不用换新插头 我教你一招,就可以轻松的修复 我们呢,用一个回形针,就是区别针 然后我们这样做,把这个回形针呢,给握直了,败直了它 然后,再夹扁一点 你看,这个时候,我们还需要把它做减齐了 你看到吗?然后,把这再握一下 做一个回钩 你看,做成这个样子以后 用钳子夹住 用大火机把它瘦红了 然后,从这里扎进去 你看 这样就做好了 它就粘住了 正好插在断的这个地方 从它侧边插进去 然后呢,它紧贴住了这个铜片 这个时候,你看,我们再试一下 怎么样 你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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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插上了吧 是不是 非常实用 非常好用 分享给你 希望可以帮到你 感谢观看 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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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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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